City Good Jobs 我在劇集中的角色除了清潔女工之外 還身兼多職 而在現實生活中 除了演戲 我也有很多興趣 學到的東西 又可以再應用在演戲 真是做到人家說的 活到老 學到老的 賽馬會靈活城市計劃 連同球職網站 City Good Jobs 揮手打造新旗族計劃 分別由四大主題 包括奇蹟、奇趣天地、奇力無窮 和新旗透視 向市民大眾推廣 長者及年齡友善的信息 希望長者可以活出更豐盛人生 同時讓大眾知道 新旗族的無限潛能 展現他們多才多藝 精靈活潑的一面 其實香港有很多不同行業 不同規模的公司和機構 都會僱用一些教練獎的員工 以及實施長者及年齡友善的就業措施 不如聽聽聽以下兩間企業 為何對這班老友的這麼有信心 公司成立了24年 我們有部分長期服務的員工 亦都開始踏入了今年的階段 很明顯看到他們仍是很投入工作 我們亦都看到他們去將他們工作的經驗 是跟一些年輕的同事互相交流 互補不足 目前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 勞動市場亦都趨向高齡化 我們公司是從事健康食品的生意 對於社區健康我們尤其關注 其實很多長者亦都在充滿活力 亦都很希望重新去投入社會工作 我們很相信只要有適當的培訓 安排一些合適的工作 以及加以引導他們 鼓勵他們 其實退休之後 都應該能夠重新投入一個新的工作崗位 成為一個有自信和快樂的長者 我們考慮到 甘寧同事有些特別的需要 公司是特地提供一些彈性上班的時間 給他們去選擇 或者半職工作 或者就近地點上班等等 人性化的安排 其同事都非常欣賞 我們亦都非常高興 憑著這些計劃 獲得到賽馬會靈活城市 全城長者友善計劃的靈活就業大獎 公司現在有三成的同事 是超過五十歲的 大部分他們 亦都在公司服務了超過十五年 其實聘用金靈的員工 好處實在有很多 他們是會很珍惜所有工作機會 也都會懂得感恩 對公司亦都十分忠誠 由於他們人生經歷多 除了是前輩之外 他們的關係亦都好像亦師亦友 有些同事更加會形容 他們好像家裡的長輩 這樣正正也能夠鼓勵到 這些年青人克服到困難 引領到他們正確的工作態度 以及培養到良好的人際關係 我在日本命力做送貨司機 已經做了七年 跟年輕的同事做事的時候 大家都有商有量 有時安排送貨 次序的方面都很重要 都很開心 大家都合得很融洽 最難忘就是公司找我做財神 同事會員對我都很開心 每個人都搶著跟我拍照 做完之後 在公司出入 每個人都看到我都叫財神 相處其實都很簡單 很容易 其實在他們溝通的時候 其實都很多得著 他們都會有很多鼓勵 其實你會看到他們都很敬業 很多時候他們接觸一些新事物 譬如我教他們怎樣送貨 那些地址 譬如我們都會教他們怎樣看Google Map 其實他們當初不懂的 其實都會慢慢教 教怎樣搭車行路等等 其實他們相對都很接受到這些新事物 其實是相對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其實跟他們做事是很開心的 一班經驗豐富的年長員工 如果可以幫忙培訓其他同事 就可以做到身火相傳的效果 如九巴至2004年起 以靈活的聘用模式僱用退休員工 包括以月薪或時薪的方式 營造合適的工作條件 吸引他們重返九巴團隊 退休重聘的員工 與其他全職員工享有相同福利 至今已累積聘請超過3,000名退休員工 九巴貫設為財事用的原則 重視員工的工作經驗 為不同職位推出合適的重聘計劃 不僅有效維持優質的公共交通服務 亦能達到身火相傳的效果 不過有些老有記或即將退休的人士 都很想加強本身的知識 和學習新技能從頭職場 僱員再培訓局不同的計劃 便能幫助他們 僱員再培訓局為後50 即是50歲或以上的人士 提供多元化的培訓科程和支援服務 協助他們掌握工作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為從頭職場做好準備 再培訓局推出後50實習新計劃特別項目 為後50提供文職實習空缺 鼓勵已退休但仍有就業意欲 或需要轉業的後50 透過一個月短期實習 掌握就業市場現況 裝備技能和建立信心 以從頭職場 另外再培訓局推出先聘用後培訓的計劃 協助後50學員 在入職隧道交通督導員 護理員 康體會所助理等不同職位之後 再參與在職培訓 學習和公眾相關的知識和技能 學以致用 投入工作 以上這三間公司機構 不為餘力地推動長者及年齡友善文化 還獲得賽馬會靈活城市 全城長者友善計劃 頒發的靈活就業大獎 很多人以為在香港 65歲是法定退休年齡 但其實香港是沒有法例規定 多少歲要退休的 不過在強職金方面 就要留意 如果我們65歲後 想做一下兼職甚至兼職 雖然僱主和僱員 已經無需再作強制性供款 但雙方仍然可以作自願性供款 增加僱員的退休保障 另外僱主也必須根據 僱員補償條例 為僱員投購工商補償保險 以承擔僱主的法律責任 了解僱員載培訓局的支援 和商界的實例 不如再聽聽專家分享 長者就業的好處 我們社會 現在面對不同的挑戰 我們是有人財外流的問題 有移民的問題 我們有長遠計出生率 勞動參與率降低的問題 長遠計給我們社會的GDP 有很大的壓力 如果我們在今天 能夠繼續利用我們資深 年長僱員 他們的經驗 智慧 網絡 人際關係 在工作的過程 他們都能夠帶動到 一些年輕的後進之實 他們能夠承傳給他們 年輕人的一些經驗 一些市場的規則 帶動到年輕人 很快去藉著他們的知識 藉著他們的學運 就很快去入手 去了解自己的行業 那個運作 現在我們看回 我們已經踏入高齡化社會 我們會發現有一批年長的朋友 他們的購買能力 他們的生活質素 其實都在上升 他們的消費能力很高 有很多商界的朋友 就開始陸續去發展 研發 人發市場 有很多長者繼續工作 是因為生活和財務的壓力 但有些長者繼續工作 是因為他們想要有 人生的滿足感 又能夠提點到年輕一代的同事 是怎樣做得更加好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他們發揮了很多正面的信息 和拼拼的精神出來 在我們現在社會 這麼多負面的情緒底下 這個這樣的信息 這個這樣的精神的傳遞 其實是帶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很多朋友都有問過這個問題 很多年長的僱員 已經過了退休年齡 他們給了一個什麼合約模式 給他們呢 其實有很多方面 可以給回全職 又可以半職 又可以兼職 又可以兼職 又可以把工作一分為二 或者一分為三 資深的同事可以回到公司 是作為領導層的一個顧問 又可以作為年輕同事的一個師傅 其實僱主很多事情都可以幫助到 我們的年長官員做得更加好 尤其是在培訓方面 在電腦、科技、社交平台等 我相信我們年長的同事 都需要更加多這些新的知識 如果我們將我們的 年長的同事的智慧和經驗 將它科技化、數碼化、網絡化 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真的將我們 同事的長處、智慧 和我們現在社會的步伐 可以拉成一致 這樣就真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原來長者就業對社會、企業 和一班老友忌都有這麼多好處 那真是要鼓勵多些朋友 繼續就業才行